每天是一瓜 风皮姐巴巴巴 接着说吧 越南提名的是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名单被吐槽谁以后 最佳男主角这一男也没有保住 当然 丁永代 范伟 胡歌 王仁君 这几位倒是没人说啥 主要就是追风者的王阳 被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目前王一博的粉丝已经闹起来了 声称追风者的一番明明是为我来的 扮演者王一博 然后王阳凭什么到访天罡 抢了男一的风头去冲奖 粉丝认为这个提名不公平 不公正 委屈了王一博 有一说一 白玉兰最佳男主角这一男出现这个情况 倒不是像这佳女主角那一男一样 主办方蓄意运作的 王阳作为最佳男主角出现在名单上 只能说明是剧主当初提名的时候 就摒弃了王一博 抬了王阳上去 当然针对这个事 粉丝也先别着急为王一博喊冤 实际上王一博没被提名一事 剧主和他商量过 他和他自己的团队都同意赞助 这是因为王一博 追风者剧方 甚至是王阳都知道 这一届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 蒋落不到追风者的头上 竟然不能最终拿失地 拿个提名也没用 反倒容易招来嘲讽 毕竟王一博的演技也不是那么经得起推敲的 和其他几位提名演员放一块差距明显 所以王一博方面干脆放弃了白玉兰 主动出局隐身 倒还可以掠掠掠粉 而王阳马对于他来说提名也能镀金 他并不寄希望于非要拿失地 所以顶上这个提名的名额 他也乐意的很 终上一点亏面 崇拜玉兰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内娱的这些奖项确实已经没有含金量了 烂了 都成了资本和某些圈子分主要的游戏了